Fairytale for recall 我寫这本书 我只能说一句话 造纪事时 生成长的事是否仍 因为我是从1999年开始 我就治理于两岸的财经 人文、社会、教育 的议题写作 到这本书为止 已经是第十九本 今天我们撇开政治立场 政治意识不谈 不管你喜不喜欢对爱 不管你对他的感觉怎么样 两岸的经济 已经是融合成议题了 再加上 昨天 12月14号 两岸已经止航 这代表什么 时间改变了一切 整个空间改变 两岸市场融合为一 而以我对于 以我个人对于 整个中国市场的发展 现在中国 它因为去年年底 所爆发的美国次贷风暴 所引发的金融海啸 到今年 中国仍然已经成为 世界的新世界市场 而它所示出来的 这种角色的转变 它已经不在于 它已经不再是世界工厂 而它是世界市场 这种角色的转变 对于台湾的就业 就业人 就业人士来讲 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 而它变成世界市场之后 它所示出的工作 它不再是 它所需要的工作 以及 未来所将示出的工作 不再是一般的 蓝领的工作 而是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 是包括了服务业 一般服务业 跟专业服务业在内 而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台湾人能做的工作 而且应该是属于台湾人 可以去争取的工作 但是在直航没有实施之前 这些都是空台 那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台湾的市场 跟大陆的市场 已经融合为一了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台湾的大学毕业生 社会新鲜人 乃至于你已经是 职场的老手了 你都有了一种多的选择 如果你是为了追求财富的话 发挥自己的财能的话 在职场上要求 有所表现的话 哪不能去啊 有的人还漂洋过 还在往美国跑呢 对不对 那个台湾海峡比得上太平洋吗 重点是 这个就业机会 人家提供了 这个市场人家释出 这就是这本书诞生的背景 这本书 我把重 我把重中之重 放在形式变化篇 所谓的形式变化篇 指的就是他们的资本市场 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 所谓的资本市场 就是投资市场 包括了股票 基金 债券 外汇 还有他们的金融 另外一个就是 就业市场 我刚才前面已经强调过 新世界市场的诞生 它所对外所释出的 工作机会是什么 它已经不是世界工厂了 它已经不是单纯的世界工厂 我只需要劳工 劳工 你想想 十年二十年之前 台湾的劳工 怎么能够去跟大陆的劳工去竞争呢 他们的锁得这么低 我们怎么可能去跟他们竞争呢 所以那个工作机会不是我们的 不是 但是现在不一样 经过大陆改革开放 三十年的经济发展 他们所发展出来的产业 他们的人均所得 我们在台湾的就业人士 我们不能够只看说 大陆的平均人均所得 现在没有错 只有两千多美金 但是大陆个别的就业市场 包括上海 包括北京 包括广州深圳 他们的人均所得 已经高达一万五千美金以上了 甚至于更高 已经 我说句很坦白话 已经不输台湾了 甚至于说 不输台北了 那如果说 他们所释出来的又是些 我们台湾人 所能够从事 所能够争取的工作 我们要不要 天底下有谁会跟钞票过去啊 你要不要 告诉你 如果你过去 有一个月 一万五千块钱 人民币的工作机会等着你 你去不去 你现在才以四点五 你算算是多少钱 但是这有没有可能 是不是我在这说大话 形式变化片里头 交代的清清楚楚 我二 我这里头有二十六种行业 长期的观察 这是 这二十几种行业 这都是 他们在人才供应上来讲 已经是面临到 清皇不接的状况 你说 他们本身训练 真正可以用的人才 还没有训练出来 已经有的人才 根本改不上 他们整个市场的形式变化 已经被淘汰掉了 现在就问 现在出现了真空气 人才荒 真空气 出缺的这些东西 我们要不要 而台湾人 在专业水平上 有绝对的能力 可以深圳愉快 你要不要 你要 钱就是你的 你不要 给香港人 新加坡人 你不要 自然有人要 对不对 那这就是我的 这本书的重中之重的重点 好 就在这里 形式变化篇 我是要提供读者一个方向 现在台湾这么不景气 不要说台湾了 全世界都这么不景气 大家要的是方向 因为有了方向 你才有机会的 你也才能够去掌握到 这些机会 对不对 这是重中之重 但是 这个不是精华 精华是在后面两篇 观察台独片 跟落实获利片 我讲句话 坦白话 现在 从去年 每年台湾往大陆跑 都大概有五百万人次 但是真正了解大陆的有多少 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 去看大陆 任何市场 它都牵扯到人的问题 诶 市场不光只是经济 你经济是要靠人来做 所以任何市场 它都是人文市场 它都是一种人文现象的表现 所以后面这两篇 观察台独片 与落实获利片 才是本书的精华所在 每年五百万人次往大陆跑 真正了解大陆的有多少人 马英九先生说 执行以后 才会出现问题 因为两岸正式交流了 所谓的正式交流是什么 是指民间交流 大陆开放了二十几个点 我们这里开放了七八个点 能够直飞 能够一直飞的情况之下 就是大陆人直接来 我们直接去 他们的人来 我们的人去 他们的资金来 我们的资金过去 我们的资金早就过去了 对不对 那就会产生什么 就会产生 真的在台湾岛上 就会产生实际的摩擦了 冲突 利益的纠纷 因为过去 我讲句话 都还隔了一层杀 很多人都是 想当然而的 听听而已 好像事不关己 事不关己 那就莫不关心 现在事情关己了 就算是我打死 我都不去大陆 你对不起 也并不代表着 你这一辈子 不会跟大陆人接触 因为你不去 人家会来 对不对 人家会来 人家会跟你接触 有接触 就会有摩擦 你怎么去观察他们 你怎么用一个很客观 很有效的态度 去看他们 去看大陆 大陆人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我都不去看大陆人的一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